能让马三立破口大骂 杨绍华到底做了什么 杨绍华和杨姨父子俩 谈及这场照片背后的故事 提起父亲被马老骂了 别干只是一张简单的私人合照 但背后的规矩却有很多 相声界讲究论资牌一倍 照片中前排做的是相声泰东马三立 第二排是刘文亨 侯宝林 杨绍华 照片中四个人三个辈分 马老是瘦子辈相声演员 侯宝林和杨绍华是宝子辈相声演员 比瘦子辈低了一倍 而刘文亨则是文字辈相声演员 又比宝子辈低了一倍 马三立是相声界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他坐着拍照自然无可厚非 看到马老坐下后 照相馆又拿了一张椅子给侯宝林 侯宝林顺势坐了下来 旁边的杨绍华不乐意了 他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旁边 杨绍华觉得他和侯宝林是平辈 侯宝林能坐他也要坐下 结果马老急了让他们都去后面战争 虽然马老口头上骂杨绍华 但是对杨绍华却都有照顾 早年间杨绍华师承存在争议 相声界讲究师承位分 唯有拜师就是海青 海青又处处受人排挤 杨绍华师承受到质疑时 是马老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相声家谱 还让杨绍华为自己捧根 这是杨绍华能记一辈子的恩情 老爷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让我给他捧一根 让观众都认识我 就是说拍着我姜妈 宝贝你又翻了 我听得好像难受 提起干爹马森丽对自己的提携 杨绍华每次都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有了相声态度 马森丽对他的帮助 才改变了他的相声界的宠径 当年杨绍华只是一名业余相声演员 没有名气演出少 家里孩子有多 生活很是紧张 虽然早年间说过相声 但是没有靠相声谋生 反倒是进了工厂做工人 等到他想靠相声谋生 发现自己的失诚又出现了问题 因为师父郭荣奇态度模糊 对杨绍华这个徒弟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郭荣奇的态度 让大家质疑他的失诚 这时又是马森丽站出来帮他 把他的名字写进相声大家谱 直接算到了郭荣奇门下 为此马老还得罪了郭荣奇 马老去北京演出的时候 特意跟团长提议 让干儿子杨绍华为自己捧跟 和马老这场合作 杨绍华没有几句台词 几乎是马老的单口表演 但就是这样给马老站了一回 杨绍华就有饭吃了 马森丽是巷人界的泰山北斗 能站在他身边为他捧跟 侧面证明杨绍华是好样的 就这样马老又帮了杨绍华一把 对这份恩情杨绍华记了一辈子 毕竟马老都没有和亲儿子 马志明演过一场 虽然父子俩都在天津曲团工作 也只限于前后场同台演出 但是马志明没有和父亲一起演过 想过跟马老一块合作 我爷俩演一场 我们家还从来没这个家风 老头绝对不允许 为什么呀 我爸一说 甭打这主意 自己奔钱 当初谁管我来着 再有我跟你上场了 知道吗 没有我一死 你就完了 他绝不跟我一场 就是同台也是很少 因为我们家俩一单位 一派场没办法 我在前面 他大招 可如果是电视台请 一块演 他不参加 马老不想儿子 因为自己就不努力 他觉得杨绍华是可造之才 更是想方设法地帮助他 还让儿子马志明也帮他 老一辈的 比如马老是这个岁数 再年长的谁心眼多 杨绍华吧 我刚好姑娘 肯定有说杨绍华 杨绍华怎么心眼多了 他经验太丰富了 有时候也能把自己绕进去 是吗 马志明被问及相声演员 谁心眼最多 偷口而出 说了杨绍华的名字 而旁边刘亚金更是表示 猜到会说杨绍华 看来杨绍华心眼多 再向人解释公认的事实 为何杨绍华心眼多 马志明还要让他给自己捧根 马志明最开始在天津区域团 并没有固定的捧根搭档 每次演出只能临时找一个 杨绍华知道这种情况后 主动找到马志明 要给他捧根 因为当时杨绍华不在区域团 如果他要给马志明捧根 就可以调进团 而之前杨绍华为了进区域团 考了几次都没有考入 这一次借着马志明的关系 从工厂转到了区域团工作 而杨绍华就采访的时候 表示是干爹马森丽 主动找到自己 让他给马志明捧根一千天 马三爷说 少华要不你给他捧吧 他知道委屈了 一个斗根的 一个等于是一个男一号 老演主角的 这次演配角 就觉得怪委屈他了 他说你啊 我把你调的曲域团来 你给他捧 原来他都没调曲域团的 没调的曲域团 这是七年代末期 调曲域团的 你给他捧 他说你一千天 你捧他一千天 看他能不能够出来 一千天出不来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掉入曲域团 在杨绍华看来 是马老觉得他从豆根 转为捧根受了委屈 这是马老对他的补偿 多年后 马志明和杨绍华相见 杨绍华提起当年 马志明对自己的帮助 他给我说话 帮着我 我就提高点 我不行啊 你就会调进曲域团 马志明玩笑式的揭穿他 就是为了调入曲域团 只是两人的合作并没有长久 合作了两年多一点 并没有到一千天 马氏相声讲究一头尘 得让捧根的配合豆根的 而杨绍华爱在台上显摆自己 这样自然不会长久 可能马老早就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还是想帮杨绍华一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